2023年底 英特尔发布了面向移动设备的 英特尔酷瑞Ultra系列CPU 集合了迄今为止 最强的英特尔核显和NPU 支持WiFi7 DP2.1 HDMI 2.1 支持板载LPDDR5内程7400MHz 可更换内程支持DDR5 5600MHz 还有28条的PCIe通道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首台装置了英特尔酷瑞Ultra CPU的 高性能迷你电脑 机械革命iMili Pro 520 iMili Pro 520 装置的这颗Ultra 5-125H 是英特尔Ultra系列的一颗中端CPU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关心的是这颗CPU和显性能 在Mili主机的表现如何 能不能和去年的明星 AMD780M核显打得有来有回 或者是彻底脸压 抢过最强核显的头把交椅 关心今年Mili主机的您 预期如何呢 机械革命iMili Pro 520 装置了14核48线程的Ultra 5-125H CPU 112EU的ARC-XE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 5600MHz 双PCIe 4.0的NVMe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交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HDMI线缆 NVMe SSD的三热体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 是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小主机是金属机身 塑料底盖 机身接口 前面板非常简洁 只有一个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雷电式接口 耳麦口 DP1.4接口 HDMI2.0接口 USB3.2A口 USB2.0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侧面板 Type-C口 双USB3.2A口 两侧和底部都有通风口 取下底部4颗螺丝 从后面板和顶盖之间分离 我们来看看 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双DDR5内存 5600MHz 双M.2 P3e 4.0的NVMe接口 WiFi 6的无线网卡 Windows系统里装置了机械革命自家的性能模式设置APP 可以直接选择你需要的性能 不用进到BIOS里就可以设置了 这点必须点个好评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根直线运行在65瓦 整机功耗跑在91瓦左右 CPU整体频率运行在3.9GHz 随后一直保持 在单烤的40分钟内 125H很稳定 CPU功耗一直保持65瓦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97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38度 我们首先使用iMedia Pro 520主机的 Ultra 5 125H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1分53秒 共计713秒 比前几周测试魔方13700H快了5秒 排在了英特尔CPU迷离主机的前列 CPU-Z多线程6716.9 单线程738.1 彼时三代的i5-13500H 以及i7-1360P都高 低于13700H和AMD热认器7840HS Gagpng5多核10865 单核1679 低于大部分13700H Gagpng6多核11331 单核2223 还是比13代i5强 稍弱于13代i7-13700H Citybench R23 多核14717 单核1723 65W的性能释放确实是不错的 竟然超过了12900H 也比华硕和魔方的13700H强 Passmark多线程26261 单线程3738 和华硕13700H 和华硕13700H很接近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Ultra 5 125H 65W的性能发挥 高于13代i5 稍稍弱于13代i7 娱乐大师 CPU得分 565171 我们还给这台Ultra 5 125H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901611 XX20 455556 Coremark 4511167 在Coremark成绩上 仅仅次于明凡13700H 排在英特尔CPU的第二位 差了那么一点点 也接近了AMD任期7840HS 接着玩游戏 低平线5 1080P 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50多 接近60帧 负载场景40多 接近50帧 荒野大标课2 1080P 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31帧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 90帧左右 原神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接近50帧 星穷铁道 1080P 非常高画质 跑起来60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112EU的 RTXE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时温24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77度 SSD最高温度38度 内存最高温度79.8度 Gagbench 6下 OpenCL 25888 Vulkan 26970 图形跑分数据 确实不如7840HS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004 Fire Strike 7471 稳定度99.8%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125H的核显到底是什么水平 Time Spy 3000分 应该是比所有的7840HS得分都高 Fire Strike 7400分 又退回到了6900HS同档水平 实际游戏测试 125H的112EU的核显 表现是很糟糕的 地平线5在这个三叉路口场景下 7840HSN跑上84帧 125H只有54帧 差别很大 大表格2 1080P 低画质评估对比 UN790Pro 平均有43帧 目前情况下 肯定要英特尔核显驱动来背这颗锅 还是要着重强调一点 核显是比较注重内存频率的 我看很多Ultra CPU的笔记本电脑 使用的是板载LP DDR5 7400MHz内存 单考GPU核显 GPU最高频率只有1800MHz 双考时 GPU频率只有1500MHz 而这台125H的核显频率 标称是2.2GHz 完全没有发挥出来啊 也就是说 英特尔驱动叠加5600MHz内存 让这台小组级的游戏表现 比7840HS差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60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2.0标准 DP和雷电式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和Type-C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 8Wi 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60Hz 8Wi RGB非压缩信号 Intel Arc X1 112EU的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 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3900兆B 达到了PCIe 4.0 X4的最低水平 雷电视 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存储 读写能力 Wi-Fi测试 Intel X200 Wi-Fi6 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非常好的水平了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 没有兼用性问题 iMili Pro 520 装置了14核18线程的 Ultra 5 125H CPU 6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100W 待机最高功耗13.8W 按这个结果 120W单槽小电源 轻松搞定 室温16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8度 SSD待机温度29度 这台小主机 65W的性能释放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1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41分贝 机械革命iMili Pro 520 装置了14核 18线程的Ultra 5 125H CPU 65W的性能释放 65W性能表现尚可 比13代i5强 稍稍弱于13代i713700H 它的内外接口非常强大 大家想要的它都有 三线接口 三线接口全部后置 无线网卡不叠加 性能模式选择通过APP 轻松搞定 这些都值得点赞夸奖 那么让我仍然感到困惑的是 HDMI还是2.0 这个如果是英特尔的锅的话 那就太搞笑了 新的GPU竟然还是不支持满血的HDMI 2.1吗 还有就是核显性能发挥 只能寄希望英特尔的驱动迭代 也不知道5600MHz的DDR5 能不能满足GPU2.2GHz的频率满血输出 总结一下 65W的性能释放还行 这次散热精英都只能评价稳定了 接口兼容性非常优秀 特别是雷电式接口还可以PD输入 我用的是100W的PD电源 不管怎么说 这台小主机的核显性能 是我测试的所有英特尔迷离电脑最强悍的 这点还是要明确指出的 毕竟是第一台Ultra CPU的迷离电脑 目前这台小主机32G 1T的价格是3999元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呢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